就是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很鼓励 妈妈喂母奶 而且是亲喂母奶 对不对 所以在喂母奶的时候 当然我觉得现在很多妈妈 也都给自己好大压力 都觉得说会不会不够 然后会不会吃不饱 就会很担心 所以呢是不是有一些方法 也可以让妈妈这个分泌乳汁上面更顺畅 OK 事实上在分泌乳汁 在中医的前提还是要一能而异 所以也就是所谓的辩证论治 那绝大多数的人都会认为 自己了解自己的体质 然后就去试用 那事实上有的会有效 有的就会没效 那当然坊间说的不外物 大补气血或素肝理器的药物 那这边就提供的是补气血的药物 那大概就是用食权的加味 那这对于是散后血虚的那一种 就是月子可能没做好 然后卤汁变少 或者比较行受销售的 那因为它有氏菌跟氏物 就是有补气的 有福林白竹 然后党参跟甘草 这种是补气的 然后当归穿穹 白晓跟帝皇 这个是补血的 然后另外会再加一些沟稽 大枣来调味 然后另外加一下将来生发肠胃的气 然后肉桂跟那个 好看 就肉桂来温它的那个肾羊 那这不能用太多 然后这就可以 基本的就是我们补气血的方式 然后会再加上所谓的王不流行 它是比较入肝筋可以通乳汁的 促进乳汁的分泌 那往往如果说吃错的话 有人会不喜欢吃到那个麦芽 像麦茶或者有所谓的腐小麦 那这些会抑制那个卤汁的分泌 那这就要小心 因为现在夏天到了 可能天气热就喝一点那个 事实上对平常人来讲是不错 可是对要补卤的话 可能就不合 就是你只要吃到麦芽糖 或喝到什么麦茶这些 对 那这就不建议就比较会收 那当然这是刚提到的 就是针对一个就是气血比较虚弱的 那如果说肝筋抑制 有时候可能产后忧郁压力的那些 那就又要另外的方式了 那这是药物的方式 那当然平常做行李时就是要规律 有空要多到外面走一走 所以这是增加母乳的一个药方啦 大家可以去就是 重点是妈妈自己要吃得好睡得好 好